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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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ffrey Chan 又是四年一次 我们又看到了Stella 又在到来了 在我手上这里就是 2022年的新Stella 就是这里 整个整体上 其实 跟旧一代的Stella 再远观看的话 可能它没有很大的区别 但是如果 再深入一点 新的Stella 有更新的特点 这一次有五大特点 它升级出来的 特点第一 Stella的新特点就是 Infinity class Infinity class 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Shimano的 齿轮技术 那一路 它就不断的有升级 顺滑 这个是Shimano的一个代表作 所以Shimano的粉丝都懂得这一个性能 但是它还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什么的调整 在齿轮方面 这一次它就是懂我们 每次有些钓鱼人会说出 如果钓了一只很大的大鱼之后 可能此人会把性能会降低 所以这一次它就是要你钓到大鱼之后 也会回复在开箱里面的顺滑 就是它的Infinity class 那Infinity class 到底这一次它怎么样去升级呢 就是它把它的接触点做得更加的 拿的位置空间更大 这一次它的接触范围就是更大 它去到更滑度更好 保护性更好的位置 这个就是Infinity class的到来的技术 特层二 Infinity loop 那Infinity loop 它就是一个立于抛头的功能 那如果你拿到新的Stella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在卷动的时候 升降非常的慢 非常的归宿 在升降 那在这个升降很慢的时候 它排线就会排到整整齐齐 排得很美很顺在上面 那在这个时候 你抛出去的路亚做Casting 就会把那个摩擦性剪到最底 立于你的Lockcast抛头 那我手上就有一个旧的Stella 那我们来观看 旧的Stella 它的升降 那当我卷动 它很快就完成了它的升降 所以它的排线法就有一点会交叉 这个就是旧的Stella 所以 Infinity loop 就是它的排线 就是更顺畅 来给做Casting的人 把路也抛得更远的一个新工人 特征上 Infinity drive 那Infinity drive 其实就是它的主轴 主轴技术就是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人讲的那个Sharp 所以这个Sharp 已经被强化过了 简单来说就是 SW的Stella 身上那个Sharp 的技术 它把它放进了新的Stella 里面 所以新的Stella 你就会看到 在排线Bairling下面 会多出一小片的Rubble 这片Rubble的长相 有很像这个鲨鱼的Shopping 所以很多粉丝都叫它是Shopping的设计 所以这片小塑胶 其实是用途给它防止炒米粉的发生 所以不要看这个小小的一片塑胶 功能非常的强大 让你钓鱼更愉快 特征五Turiacos Turiacos 其实就是Stella身上的那个刹车片 这一次Turiacos 它跟之前的设计完全不一样 你看那个图中里面 刹车片它出现很多的早点 那个爪子 一只一只吐起来 那个就是新款的Turiacos 它可以有很高的抓力 当这个抓力发生的时候 同时它也要给很稳定的输出线的功能 当这个大鱼跟你拉扯的时候 不会发生卡着卡着的状况 那你就可以更轻松的去打败你的大鱼 好的 现在我们要想把吊线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我的Stella 2022年C3000XG 已经把它填满了 布线 我用的吊线是Kareki 28 所以150米 所以它的Turiacos 是0.2 大概是可以9.1公斤 你看这个C3000 我打算是拿来做Light Jigit 多数针对于石斑类 山谷地区做吊 所以你看我的 那个吊线的范围 还可以加前导线 这个就是我的配云 那个匹配 所以我希望这个吊线的 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开箱 关注我们 当然 最后我就是要带大这个Stella 吊到更大的1 由你来秦旭 唱这张好点 好